請問一下 如果我要開始喝綠拿鐵 這草味會不會很重啊 我到底要怎麼做 基本的概念是什麼 這個就是最經典的綠拿鐵 唉唷 唉唷 小V站起來了 那我先從最下面的食材開始介紹 最下面這個是青江菜 對 之後是我們的鳳梨 還有蘋果跟香蕉 最簡單的是 大家在潮汁都可以買得到 那最後加入我們的大豆生態粉 加一點 多一點蛋白質 對 這個很好 這個其實也會增加它的濃稠度 然後也有包補感 綠色的 終於來了那個正版的經典女拿鐵 好漂亮 謝謝 很好喝 完全沒有菜味 我覺得這一杯 它完全你可以喝得到水果的甜味 然後它的蔬菜說著就說 嘿 你知道你在喝我 但是不要害怕 我喝起來很好喝 類似那樣的心情 對啊 會以為是青蘋果汁 我受壓到綠拿鐵同好會 今天我是新同學 哈囉 同學好 同學好 好 給自己鼓掌一下 對 你的食材 我的食材嗎 其實我這個是比較偏果息的食譜 因為我就是很喜歡水果裡面那個 天然果糖 給身體的那種照顧 那大部分我會選像這樣子 莓果類的草莓 還有香蕉 那這個菜單比較特別 裡面還有九層塔 以及這種天然蠢料 我朋友做的水蜜桃醋 最特別的應該是 大家問說 蛤 為什麼果息裡面要放九層塔 對 太不搭了吧 對 疑問 西洋的羅勒 其實跟九層塔的風味非常像 可是它裡面除濕的效果啊 包括抗氧化的效果 都可以讓我們的果息 有一點像升級的感覺 我是小B爸 大家好 鼓掌 也是 麥拉鐵同好會上面的版主名 因為通常我們都是在網路上面 真的嗎 沒有互相見面過 因為這裡很少見過本人 對 真的嗎 那個有小型的聚會也非常的棒 所以其實大家都是新同學 是 那我今天選用的食材是高地菜 然後芒果當季的蔬果 然後還有香蕉蘋果 那香蕉蘋果是我們一般 比較容易取得的 那像高地菜的話 其實它對於我們的腸胃 就是胃的部分特別的好 所以我今天選用的這個食材 綠亞鐵食材是這樣的一個組合 嗨 大家好 我是Purchase 那我目前不用綠亞鐵 不用 今天準備了一款是可以讓我每天上班多 睡十分鐘的好氣色烘拿鐵 哇 還有名字呢 對 好 那我今天要來分享我的青春鹿 青春鹿 青春鹿 超厲害 要注意 拿出來會是一個很漂亮的紫色呢 然後很容易就可以騙小孩喝了 對啊 我是一個騙色的媽媽 小孩子呢 孩子呢都是那個視學系的那個動物 那為了想要引誘他們喝綠亞鐵呢 我都會先從這個紅色啦 紫色啦 這些比較鮮豔的顏色開始 其實這整個為什麼叫青春鹿 那是因為它的抗氧化的力量強 對 像藍莓啊 然後而且你還加了堅果還有奇亞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喝了吧 好不好 等不及了 好 我們就把它變成那個綠亞鐵來 我們當成就是四道菜這樣子慢慢享受 好 誰先開始囉 優優 看顏色好了好不好 我嗎 我先嗎 新同學 好 我超期待你的 可以 怎麼站到這個位置都有點緊張 你看我手都發抖了有沒有 就這樣子 好像被考試一樣 班長和副班長和糾察隊都在這邊看著你 好像這樣 有沒有 真的很美耶 超美的 歡迎大家來參加我的派對 今天呢 就是我第一天參加綠拿鐵同泡會的今天 我想大家一起慶祝一下吧 乾個杯 乾個杯 乾杯 甜美的感覺 真的就是如這個粉紅色一樣 像這般的夢幻的飲料 我也是很小 你爸你好會說 我是靠這樣出心的 乾杯 要 乾杯 乾杯 吃完粉紅色之後 我們現在要喝紫色的 是 要汆燙 對 對 我們的那個薯膏 都建議 散燙 把那個蟲子 讓它去除 然後散燙的這個也可以去汗 沒錯 東方人就是最怕汗的東西 對 那個味道也會很濃 小心 那種 我會先打茄子 放在這個醉筆下 所以你的茄子也沒有泡過 沒有 可以直接打 所以檸檬也整片 我一直以為檸檬是去皮去植的 我們要保留那個 檸檬皮上的 有一點那個檸檬精油的香氣 對 它是要不要的 超美 超美 對啊 好健康 浪漫 我最喜歡這個泡泡 對 要把它撈掉 有很多鐵油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說那個泡泡把它撈掉 真的太美了 我的老天啊 好 今天是彩虹的一天 今天是彩虹的一天 從粉紅色到紫色 下一個是什麼 完全喝得到檸檬的味道 而且它是一個 你以為它是非常彩色 可是喝下去是溫暖的味道 好特別 它有加那個豆漿 還有堅果類 對 我喜歡它的堅果味 對 而且這種顏色超適合IG照的 就有人按讚 沒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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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那今天為大家帶來好氣色紅拿鐵 那像我就會先加白木耳下去 這白木耳是那種生木耳嗎 還是泡過水的 已經泡過了 再一些些蒸熟的黃豆 黃豆一定要那個喔 一定要蒸熟 因為有很多的鐵油 它們就直接加那個生的那個黃豆進去 這樣不行 對 那所以這個菜不用汆燙嗎 其實它可以直接加進去 它是腰類 然後這樣 不會有因為它是溫水宅中 對 來 你可以直接吃吃看 芥末 芥末 對 對 在打之前有另外一個 覺得非常驚奇的是那個 綠花椰苗 因為綠花椰苗吃下去 真的非常非常像芥末的味道 它應該會完全搶掉它的風味吧 期待 對 好漂亮 好紅色 每個顏色都要乾杯 這個已經不是乾杯 這是我們一起來做美勞 顏色超美的 但是沒出過就對了 好稠 這要拿它吃 完全都是那個豆香 豆香 這完全可以帶一餐 好濃稠 而且我滿喜歡這種 其實它不會甜 可是它有一個很濃厚的口感 那種感覺 覺得它好適合當火錫碗 超適合 裝到那個晚上然後 再加一點葉麥 對 葉麥 果乾 可以 可以 這個我要學起來 去看 然後 你 版上面會有一些很有趣的互動 他們會常常找很多食材 然後就問我們說 特殊的食材 這個可不可以 像什麼 像木憋果 對 水果 他們先炒 那個就比較特殊的食材 他們就會問我們說 這個可不可以打鐵 其實我們就會有很多的那個 鐵油就會分享 就會說是什麼 對 然後如果真的不錯的話 我們就會 一窩窩窩 來吃吃看 所以我真的好喜歡社團的那種感覺 對 就好像很多人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最主要是要親自實踐 對 說了再多 沒有實踐 光是這樣子在講的話 還是不能夠體會得出來 所以一般最早開始喝綠拿鐵的原因是什麼 你們的原因是什麼 那是我想要健康的減脂 那後來呢 就是開始喝了之後 開始喝了之後呢 有真的減重或是減脂 有 對 就是最棒的副作用 對啊 最棒的副作用 最棒的副作用 不用喝肚子 然後又可以 健康的減脂 然後又開肚 我主要是因為 本身就很喜歡吃就是 果子那些東西 然後我覺得就是 其實有時候 很沒辦法 上杯沒辦法 正常飲之後 我覺得來一杯這樣果子 其實可以營養慢點 哇 很漂亮耶 哇 夏天的感覺 來來來 乾杯乾杯 謝謝 旺漫 健康乾杯 我們儘管是吃素 我攝取的蔬菜量也是不夠的 因為我們的肚子就是這麼小 可是 如果用果錫跟綠拿鐵的方式 它可以很大量的在短時間之內 幫身體攝取到很多有益的營養素 還有纖維 那我覺得對於忙碌的現代人來說 不管是不是吃素都非常的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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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